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的模型頻道 今次我是Elly,為大家一起就是Figure Wild Standard裡面的孫范 喜歡我們拍模型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支持我們 幾年前跟大家砌過超異的少年誤范,現在就長大了 是很早期的事,還要跟Ceele一起買 細心看封面設計,現在是偏向這一種畫風 對比感很強的畫作,跟一開始的模型封面是很不同 其實現在我走到模型店看到有很多舊的Figure Wild Standard模型 都轉了這個畫風,封面不同了,但裡面的餡是一樣的 看這盒東西不犯,是有兩種形態 黑頭髮不是普通狀態的不犯 是給老界王神看法了他的究極解放潛能狀態的不犯 而超級薩亞人的不犯就是未來酸不犯 所以臉是有疤痕 現在就跟大家開箱 砌開這個系列的朋友都知道 看到衣服這麼熟悉,都猜到裡面 應該都是孫悟空的衣服 第一代就看到新件,還有一張貼紙 圓形貼紙就是貼在背部 還有一條靈的貼紙,加上有兩個銀色 應該就是氣彈的貼紙 這一袋件就會看到有金色頭髮和蝦色頭髮 這一袋件就看到 好,是五帆巴衣的貼紙 最重要是要飛鞭 未來五帆鞋和衣服都有點不同 附送一個支架 氣彈就是跟大阪的龜波起弓 又是砌過很多次了 這版本大家有砌過多少次呢 我可能有10次左右 說明書的簡介看到五帆是對著魔魂寶歐 不過這一刻的五帆其實出場一會就被魔魂寶歐吸收了 我覺得有點浪費,因為鋪排他 解放了能力這麼久,原來都是打一會 而未來的五帆就要對抗17、18號 說明書就幫他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你看到未來五帆的巴衡其實是很漂亮的,照片就能拍到 但是貼紙是有透明邊的,所以其實貼紙前最好就要飛鞭邊 不過真的難搞,很危險,很容易解難,因為太細張了 另外也要說說這盒模型,其實是不遇到大家經常去轉型態 因為他只是提供了兩塊臉給大家,一會兒砌後大家就明白為什麼 他跟著的龜波氣功是這個,組合比較複雜和大一點的龜波氣功 都總好過跟著小版 在儲蓋的氣彈中間是要貼一張銀色的貼紙 龜波氣功亦都是由很多塊透明件組成的 我們介入巴衡的貼紙,然後趕快組裝給大家看 首先就讓大家看究極解放的孫範 我也滿意整個頭部的造型 這個悟飯除了頭部之外,其他地方其實跟悟空是一樣的 所以可動性都不同大家試,因為大家都看這個系列的話都看過很多次 好了,兩個悟飯都放在一起給大家看 我也很喜歡他的頭髮,做得不錯,前面的小側是一件件 換臉就不需要蚊頭髮,就這樣拿出臉就可以 跟以往一樣,舌頭是要貼貼紙 還要貼貼紙 出了龜波給大家看 要轉未來不反其實是很煩的 之前說過,我覺得他是不願意轉來轉去 首先看看鞋子 造型上是有點不同的 但是他沒有完完整整做兩雙鞋給你 有些件是共用的 就是這個鞋帶和鞋底 所以大家要轉未來不煩就要拔掉這些件出來 組裝在新的鞋子上 接著頭部都比較煩,就是A2這件件也是共用的 大家要轉頭髮 要拆掉所有東西,拔掉A2出來才行 剛剛我說過,面部都是共用的 以及裡面的白色件都是共用的 其實最麻煩的是那個包含貼紙 你由未來變成黑頭髮的不煩,要拆貼紙 貼紙就會報廢 所以我說我覺得他不願意轉來轉去就是這樣的原因 真的 手袖有點不同 亦都沒有做完整隻手臂給大家替換 大家需要將舊手拆出來裝在手臂上 其實那些件穩得多都怕弄花 這麼辛苦,拿到A2出來 其實我強烈建議就是給大家多一件A2 這個髮型頭髮是短一點的 變成全都要拆掉黑色的東西 裝上金色眉毛和綠色眼珠 換臉都是不需要拆頭髮的 這個包含貼紙我就盡力了 放大來看其實都看到一些透明邊,其實不漂亮 我覺得最好就是做臉 做一個凹痕給大家,可以上下顏色 又要拆件換上腳,其實真的換得多是會挾花的 接著背部連上一個範字就完成了,未來五範 在模型盒就看不到單手的樣子 我們當然可以自己去做這個狀態 只需要不組裝手上去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到Douglas 大家喜歡的話當然可以組裝手上去 未來五範件衣服,終於有一點點跟五空不同 今集就組裝完給大家看,你們又怎樣看呢 我自己就不會變回黑色頭髮的五範 專來專去有麻煩,最慘就是臉上把貼紙 我覺得其實Bandai真的做多一套麵給大家 都不是用很多膠 為什麼不做呢 你們又喜歡哪一個的誤飯呢 今集的模型分享到這裡,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集模型再見,謝謝,拜拜 欣賘